譬如收租股,你也看好 短期看好 有几个因素 其中一个就是 未经过消费券真的落实派发 理论上刺激市民消费 除此以外,你觉得有什么因素 能带动收租股向上? 基本上 整大围来说 本地所有大轨连 地产行业 现在的估值都是偏低 比历史水平偏低 近期留意国债的知识 虽然昨天上升了些 但对比起年初或高位时 跌6、跌7 跌5 甚至跌穿过跌5 其实国债的知识比较低 对于息差方面 本地收租股有利 此其二 要求稍微吸引 第三 除了消费券短期的 刺激作用之外 本地消费应该零售 是有些继续复苏的方向 尤其是我们不排除 随着内地或香港 疫情逐步逐步 没有那么严重 可能是内地恢复通关 局暴省 或者是全面 或者第三或第四个出现 这可能是对本地零售 甚至坚硬地延伸到商业写字楼 其实是相当正面的因素 你不能排除 当然有人问会否 会否调转加剧 从现在的情况判断 似乎不会 因为疫苗接种率越来越高 所以我相信两边看的 机率两边称 可能有好转机会大 再加剧 所以在这样的因素之外 可能是本地收租股 尤其是初步集中的零售物业 其次再发展到商业物业 即下阶段 可能短期会看好些 尤其现在国际知识 仍然是比较一个 华人外制偏低的水平之下 版面看到这两只 就是左手边 就是旧仓置业1997 右边就是领展 两只都是我们过去三个月 出现过的ET股推介 所以我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两只是否你的心水 还是第三只呢 这两只都是 其实这两只就是 刚才我所说的 首先第一只要是零售物业上升 即是这个冲击很直接 带动消费 其次可能是 如果冲击外制通关 甚至零售市场旺了 间接带动整个经济 所以写字会跟着上升 所以这两只公司的股价图走势 你应知可能是 升幅会是稍为 开始是炮影线 但短期其实你也留意到 近期的小小华人 但是有个大升龟 也未破过 所以就正式解释 这两只因素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 其实领展 就很直接地 关乎到本地消费 即民生消费 直接相关 其次集团近几年 都不停开拓海外的市场 这亦带来 另一个憧憬 一些收入的多元化 九战 大家都很清楚 本来在疫情来说 它是一个最直接 大手打击的股份 大家知道它是海港城 或者是很靠旅游的生意 但如果刚才所说的因素 是一个逆转 又是一个负面 变成正面 那动力就很大